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那么从今天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要讲日本战国,第一个可以算是称雄战国的大名 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武田信玄 战国有几位大名啊,就是当然很多大名都有他自己的事迹 但是真正可以算得上称雄日本的大名就那么几个 武田信玄,上山千信,芝田信长,毛利元旧,德川家康 他们属于第一梯队 当然风神秀吉不算在他们这个行列里边 因为风神秀吉本身并不是大名 他是一统日本的官白 他也是和这几位应该算战国时期人物里的第一团队 那么这几位呢,有一个比较相同的特点 就是有雄才,有伪劣 而且有着不中断的进取心 当然这边比较另类的是上山千信 上山千信后来归于佛教以后 他的进取心就没有其他几位 那么强烈了 后面我们讲到上山千信的时候 再具体跟大家说 那今天开始呢 就给大家讲这其中第一位大名 就是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是在1521年12月1日 出生于植株旗馆 又名盛千代 是甲匪大名武田信虎的长男 1533年信虎替他迎娶了上山朝兴的女儿作为正事 那么这位夫人呢 于次年怀孕 并且难产而死 我们注意1533年武田信玄多大呢 他才有12岁 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夫人就因为难产而死 那么在武田信玄原福的时候 成年的时候 信虎托当时士清幕府第十二代将军 足立一秦 赐下偏会 改其名为武田情信 并且续任从武卫下大善大夫 有了官职 同年武田情信迎娶了第二任正事三条夫人 为何说武田信玄啊 在日本战国中威名赫赫呢 他一生开拓领地达到85万弹至90余万弹之多 唯一能和他匹敌的战国大名 就只有直田信长和毛利援救 武田信玄一生 从16岁上战场以后比较大的战斗一共打了80场 只有三次 他是被迫防卫 其余全部都是进攻 在他军队的前方 永远是飘扬着 风陵火山 出自孙子兵法的大旗 旗上写着 骑鸡如风 骑鱼 骑鱼如林 结垂如火 不动如山 在武田信玄从事的战争中 攻城战达48次之多 而且武田信玄的攻城战堪称汉勇 都是以强攻为城为主 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一座城池 付出几个月以上的时间 不攻陷就绝不退兵 他和上山亲信两个人 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川中岛会战 也叫川中岛合战 这是日本战国史上最辉煌的一篇 日本曾经把武田信玄和上山千信 这战国双雄 在川中岛合战的时候的壮丽的情景 拍了一部电影叫天与地 看过以后你就会感慨 武田信玄和上山千信 就像日本战国时候的周渝和诸葛亮一样 那么日本战国的这些著名的大名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经常会留下一些流传后世的名言 名句 像上山千信 知天信长 德伦江康 他们都有 风尘秀吉 都有 武田信玄也不例外 他留下的名句是 此身此骨归于天地 不沾红尘 独自风流 他还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我不需要葬礼 只需要所有人 兼莫不言 关于军事 他说过 深谋远虑之事 可知战局之始终 意料敌军之举止 这就是一代的日本名将 武田信玄的风范 那么关于武田信玄呢 最重要的史料叫做 甲阳军舰 这部书呢 非常详尽的 描写了武田信玄的一生 那么其中有一些真实性呢 依然是有待考证 但是这部史书呢 对于了解武田信玄的 用兵的理论 兵制 军团的编程 兵器的运用 都描写的极为详尽 但是这本书之所以 被人批判 并且认为其中的真实性 有待考证 主要是因为在这本书中 关于武田家的家臣 山本看著 有着很多的描写 但是在同一时代的史书里边 基本很少会提到 山本看著这个人物 所以有人甚至说 这本书实际上 是由山本看著的儿子写的 根据山本看著 对于武田信玄一生的描述 然后再进行 一定的加工 那么出了这本书 讲了军舰 但是甲阳军舰的这本书呢 还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尤其是关于武田信玄和上山千信之间的 川中岛之战 甲阳军舰呢 是现在唯一的一部 最详细记载 川中岛之战的史料 当然甲阳军舰这本书 一般的公认 就共识 认为他的作者是高板昌信 是当时武田家的一个著名的家老 总而言之 甲阳军舰这本书呢 对于研究和了解武田信玄 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 但是其中的史料 具体的真实性 有待考究 我们谈到武田信玄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武田情信 一个是武田信玄 武田情信呢 是他原服的时候将军起的名字 信玄呢 是来自于他的法号 他的法号叫做德荣轩信玄 那么中间信玄那两个字 作为简称 那么很多人就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管他叫做武田信玄 那武田信玄上沙场 他的首阵 是在他15岁的时候 1536年 这一年他15岁 当时武田信虎呢 率领着众普代家臣 合计兵力八千余人 杀奔向信农的门户 信农大井一族的平克元心 率领三千人镇守的海野口城 几经波折 始终不能攻下顽强抵抗的这座城池 一个月后 时至临冬 那么武田信虎就率军自海野口返回贾匪 因为天太冷了 就返回贾匪 打算再做打算 再做打算 那武田情信 这个时候15岁 与其相随的仅304人 趁夜齐谋 趁着海耀口城的守敌 认为武田的大军已经撤回去了 防备心减弱的时候 突然之间趁夜 逆袭了海野口城 最终攻破城池 俘虏了守城方总大将平克元心 那么武田情信在战场上的首次表现 就是以敌石的一个惊人的攻略 少年鹦鹉令人惊艳不已 可是他的父亲武田信虎对此反映冷漠 并没有对他大家赞赏 那么武田信玄的首阵 就是在甲阳军舰中记录的 关于他这次 惊人的奇袭 似乎天生就有一代名将的风采 那么很多史学家 对于甲阳军舰中 关于这段战史的记载 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段历史是不是真实存在 是需要考证 但不管怎样 武田情信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533年 武田情信与上山朝兴的女儿政治结婚 那么很快妻子就病死了 但是很快在1536年 由金川议员亲自说媒 武田情信就迎娶了左大臣三条功来之女 为正式 这就是著名的三条妇人 那么前面讲到武田信虎的就说过 武田信虎和武田情信不合 最终武田情信在家臣的支持下 依靠着百元信芳和范富虎昌 这两位家臣团的领袖 在他们的帮助下 在1541年 将他的父亲武田信虎流放到了郡和国 交给了金川议员看管 夺取了武田信虎家都的位置 这样武田情信就当上了武田家的当家人 据说武田情信成为家主的时候 受到了当地的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武田情信二十岁 那么他驱逐了父亲的信虎 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了信农国 为什么我们说武田信玄啊 很厉害 因为他周围 甲匪的周围都是强敌 像刚开始与武田对阵的上山坚信 北条世康 包括后来的知天信长 德川家康 这每一个人 都是在战国响当当的人物 那么在武田信玄刚刚当上家主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敌手 也都不是一语之辈 他驱逐他父亲信虎的消息 传到了信农国 当时 宗访赖众和小了袁长石 立马就找到了机会 决定趁着武田家多事之际趁火打劫 在当时两家聚起了一万人的兵力 急行军杀入甲匪国内 武田情信冷静的部署 六千人的武田军有条不紊的与严川合园设阵完毕 与以邹访不为先锋的联军展开了九旗会战 武田军上下一心 经过激烈的战斗 斩获敌方2700颗手机 联军仓皇的退回到信农 1542年 北信农的村上一清也是蠢蠢于动 而在九旗战败的邹访赖众 与小的元长石 对于因武田情信的奇迹而招致的失败 颇不甘心 这三家再拉上祝摩郡的豪族 穆增一再 号称是信农四大将 四家人组成了一支为数是 一万八千人的联军 浩浩荡荡的杀入甲匪国内 武田情信摆出了机梁助磊的防御架势 迷惑了敌人的细作 但是在三月八日率领武田军八千人 急行军九天到达了赖泽的老表园 信农联军立马草草的做出了一番准备 但是依然是措手不及 武田军对联军展开了激烈的进攻 经过反复的惨烈的拉锯战 最终信农联军败退 武田军斩获敌军首级1621个 其中包括知名的敌将 党野员车之介和金山监雾 那么赖泽的这场极西战 虽然经历了一番凶险 但最终还是以武田情信的胜利而告终 信农四大将的联军的优势兵力 最终被武田情信击溃 那么击溃了信农四大将联军呢 就使得贾匪度过了武田信玄 驱逐父亲以后 最风雨飘摇的时期 武田信玄可以开始他的信农的打攻略 那武田信玄继承了武田家之后 制定了一系列的甲州法度 稳定了国内的秩序 加强生产 开发金山 国力日渐强盛 那么他可以无后顾之忧 展开他的信农攻略 当时信农主要有小李源 邹访 牧增和村上四大势力 1542年 武田信玄以对流放武田信虎不满为名 讨伐妹夫 邹访赖众 邹访实际上是武田信玄的妹夫 由于邹访下设的高远赖 即叛变 高远赖即叛变 邹访军节节败退 7月份邹访赖众 败降不久自杀 9月份高远赖即不满 没有得到代表邹访家总领的神社大助一职 攻入上社 武田信玄暴怒 以邹访是姨子 也就是妹妹的儿子 六个月大的银王丸为总领 出兵邹访 9月25日的安国寺合战 高远赖即败走 接着武田信玄 齐膝长华城 活捉了大井真龙 又逼降了 吉伦浮城的滕泽赖亲 扫平了邹访西方中藩 至此武田信玄控制了信农国一大半的地方 武田信玄任命自己的心腹家臣 把袁信芳以及其推荐的郡和人山本勘筑治理邹访 这是山本勘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并且娶了赖众的女儿 邹访预料人为测史 确定了武田家的守护神为邹访大名神 1545年北条士康进攻郡和东部 武田信玄向金川派出援军的同时 积极策划了金川北条间的和平工作 终于在三国间缔结了合约 次年解除了后顾之忧的信玄 大举进兵信农 那么武田信玄的信农攻略呢 就引发了信农豪族的不满 1546年 左右内山城的大九真龙之子 大九真青叛乱 武田信玄平叛进入北信农 引发了与北信农当地豪族 猛将村上一青的矛盾 武田军平定周访地区 早已经刺激了村上一青 那么村上军呢 开始沿着千曲砖 侵入武田领地 1548年2月 武田信玄不顾周围的反对意见 在大雪纷飞中进兵信农 一带攻取村上一青的根据地 板城地方 但是14日的上田园之战 是武田信玄一生中最大的败阵经历 因为是冒着大雪行径而来 武田军是疲惫之师 被奋战的村上一青军击袭 扶兵杀了武田军丢回卸甲 武田信玄大败 当时为了掩护武田信玄撤退 他的早期的抚聘重臣 当时家臣团对武田信玄 最忠心耿耿的两个老将 板员信芳甘丽虎泰 双双战死 武田信玄本人也受伤 武田军只能是回归甲匪 说到这里呢 日本曾经拍过大和剧 就是武田信玄 里边关于板员信芳和甘丽虎泰 双双战死那一幕 拍的是令人 为之恶万 因为板员信芳和甘丽虎泰 在内部剧中 那真是忠心耿耿 为了武田家赴汤蹈火 再走不辞 那么武田信玄大败 信聪守护小立元长石 也趁机攻入邹访 邹访西方众纷纷的反叛 武田信玄陷于不力 七月份 小立元长石在研究辖布阵 武田军从甲府出发 19日发起攻击 在大陆守多田满赖等的奋战下 小立元长石败走 后方的信同小豪族 再次归顺了武田市 小立元军被截断了 归路 溃不成军 多田率领武田军 随后追击 占领了童原城 另一方面 驻守内山城的小山田信友 攻击倒向村上一清的 左九国人众 武田信玄亲自出马 占领前山城 建立了禁军的据点 在失败之后 在前面的败仗之后 又恢复了元气 继续着他的信农国攻略 因为五零年七月 在大厅豪族 人科到外的指引下 武田军分路攻入信农 武田信玄攻占申志成 并将之定为信州主城 以马场信房为首位 另一方面 因应攻难以奏效 武田信玄招原来的信农豪族 海野洞刚的儿子 真田信龙为家臣 马场信房真田信龙 这都是武田家赫赫有名的家臣 那么让真田信龙展开了 对村上一清控制下信农豪族的 拉拢劝劝工作 真田在北信农奔走 徐徐但有效的动摇了 村上一清的根基 瓦解了村上的势力 9月份武田信玄趁着村上一清 与高利正赖交战 攻击护石成 村上一清的家臣多人反证 但护石成地形复杂 攻城失败 村上一清迅速的与高利正赖和解 然后回军救援 村上一清呢 与小利元长石两面夹击 再度击退了武田军的进攻 武田军后撤 恒田高松等 恒田高松等战死 1551年5月 村上一清出兵救援小利元 被宝科人信的部队所阻止 真田姓龙趁机的夺取了护石成 同时武田军攻破平赖成 小利元的势力 这个时候濒临崩溃 1552年正月 高远赖计反叛失败自杀 5月份小利元尝试离开信农 到处流浪 无力复国 1553年 武田信玄修建攻略信农的 军用道路 克服地形的不利 武田军三路出击 征伐村上一清 北条士康也传令 关东的北条士支援 村上一清这个时候 已经难以抵御 武田信玄的攻势 北信农诸城陆续的 被攻陷或者反正 村上一清与小利元长石 一起逃到越后 去投靠了上山迁信 这就是上山迁信的名字 叫常伟惊虎 那么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引起了武田信玄 与他一生 最强大的对手 上山迁信的 一系列的惊叹较量 那么信农地区 就落入了武田信玄的掌握 甲匪之虎的名气 开始 传遍了整个信农地区 进而在向外传播 那么武田信玄对于信农的 这一系列成功的攻略 就惹恼了另外一位 战国赫赫有名的大名 这就是上山迁信 于是 这战国双雄 就展开了一系列的 川中岛核战 下一集呢 我会给大家讲 川中岛核战 到底这两个人 是如何你来我往 杀了个难解难分 wood 每一天 都要留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